Hello 大家好 我是周迪 这一期视频给大家分享一波干货 关于翡翠的色差一分 价差十倍 有没有道理呢 记得点关注 点订阅 经常玩翡翠的翠友都知道 翡翠在不同的灯光角度下 呈现出来的色系也是不一样的 翡翠颜色观察的时间最佳时期 是在晴天10点到下午2点这个时间段 这时在自然光下展现出来的翡翠色系 是最自然的一个状态 去线下实体店看过翡翠柜台的翠友都知道 会用冷光灯进行照射 使得翡翠的透明度更加明显 用黄色灯光和紫色灯光这样的暖色灯系 使得翡翠的颜色更加明艳 更加浓郁 所以因此也有无阳不观色 灯下不观欲这么一个说法由来 这里总结一点 翡翠最终还是要看底妆的种 水和品质为主 综合去看 色当然重要 这一块不能因为翡翠的色好 就认为它的种水也好 这一点翠友们一定要加强一下注意力 记得点关注 我是周蒂在直播间等你